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很高兴地帮我们教一些办公室的英语 我们每人手上都有这样的标准 里面就有Dr.Lean的手机 待会Dr.Lean就会在这里教一些办公室经常用的英语 接着有一张就是这个问卷 麻烦各位完成之后 填了之后就可以在四楼或三楼 一两个门楼开出的时候 交给我们的同事 每人交给他们的时候 你看着我有个英语的袋里面 就有些纪念品给各位 我们留下来一个 我们将来做这个活动时的一些参考 现在Dr.Lean就会和他大概说 一个钟头左右 应该是有十四十五分钟的一个休息 不如再回来再说 希望这个去到大概四五分钟至五分钟 就应该完 那我想就 因为今天我们的地方就比较 我们有四百多个位置 但是因为比较舒服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间开给各位 这个喜欢坐哪里都可以 但是我知道就是 这几行呢 一看那个power point就难一点 所以变成各位可以坐上一点 那就可以了 一会儿他告诉我 就会到处走的 那我们的机器就跟着他 那我们将来呢 将这个网站 即将这个课程的资料 就会放在网站上 当是一个 就是这个学习的材料 譬如有同事呢 今天没有机会 时都可以 可以在我们的网站看得到的 OK 那我现在交给Dr. Daniel Dr. Daniel Dr. Daniel 那首先呢 听到我说话 因为其实我第一次 试用这些Clip mic 平时我上课 都是类似这么大的 但是呢 我就不用Clip mic 叫到山上 买一百元的朋友 都会听到的 大家听到我今天清楚说话 OK 好 而且呢 我一旦说得兴起的时候 我就会比较快 如果真的太快的时候 大家听不到 那你可以举手叫我慢一点 不过呢 我想慢慢我们会快一点 那如果真的听不清楚的话 那我再重新介绍一下自己 其实我就是Danny Leung 那其实大家呢 一会儿可能有些问题问我 或者我们聊天的时候 或者我们聊天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可以 称呼我Danny 就可以了 很多谢刚才Harris 那么台举我 Dr. Danny Leung 那么这个在大学里面用就可以了 今天在这个九龙台的地方 大家都可能有一些 放了工来的 或者今天可能根本 是不用上班的 就来听一下 究竟平时大家可以 在office里面 怎样可以增认大家的English 所以是一个比较casual 一个sharing的一个session 大家不用那么拘紧 叫我Danny可以了 好 首先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英文系 就是教的 我教的同学 其实和大家在座的年纪都可能相弱 因为其实他们都要读一些碩士课程 有很多 其实他们都除了可能说是教书 英文老师之外 有很多都可能是来自一些办公室 office 或者是businessman 行政人员 那个domain 所以我都清楚 其实原来一些的办公室人员 他们日常在办公室里面 所谓接触office English 大致上是哪些的范畴 也都希望用今天两个小时 左右的时间 去和大家拆解一下 一些办公室里面经常会犯的 英语毛病 以及如何可以尽量用短时间 如何短时间 就是今天这两个小时 去到improve大家的office English 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这个talk 这个seminar的title The 4 times 10 relay of white columns 40 golden points for enhancing office English 我将今天这个seminar 这两个小时的seminar 比喻为一个relay 大家都知道 relay是一个摘力赛 摘力赛就是一个菜跑 菜跑虽然大家可能平时看的摘力赛 四乘一百 中点是四百米之外 但是其实四百米的路程里面 那四个的跑手是要努力的 他们不拿出他们的万分努力 是不能够跑到终点的 这个正正比喻了 我希望大家今天这两个小时里面 能够拿出来的拼劲和努力 只得我在这里做大龙凤那样 是没有用的 要需要大家一会儿给一些response 当然我可能有些问题问大家的时候 希望大家都给一些反应 懂的就告诉我答案 不懂的就全部在灵头 我们知道大家不懂 可能那个位置就要讲得多一点 所以这个是一个存取于民意的一个semina 不是我独裁 我说我喜欢讲的东西 不理大家的死活 不是这样的 有什么问题 即管举手 我们在整个semina里面 尽量多一点interaction 多一点sharing 这个就是我想用relay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就是 大家知道第一个摘力赛里面 不是一个人跑 是四个人跑的 四个数字正正符合了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东西 因为其实当Harris找我 就说Danny 不如你帮我们workplace english campaign 搞一个workshop就是关于office english 那我心想死了 我平时不是教了office english 我教了英语语言学 即是anglish linguistics 那我立刻很腾鸡 走去问我一些英文系坐办公室的同事 问他们用第一身的情况 告诉他们 究竟平时你们在英文系的办公室里面 有什么常遇到的英文问题 他们就帮我归纳了原来有这四大项 这四大项的范畴也会即将是我们今天两个钟头里面 其实四大范畴是多少 你会看到是四成十 其实我们有四大范畴 每一个范畴我们会讲十个golden points 是十个top ten大家要在那个范畴里面注意的office english 所以在短短的两个钟头里面 其实没有两个钟头里面 因为我中间有十五分钟休息 我们开始其实要讲四十个golden points 所以除了我努力在练急口令之余 也要靠大家努力地反应我 我才能完成这四十个大的golden points 这四个范畴 究竟这四个范畴帮大家去增认office english 是围绕哪四大方面呢 我们来看看 看这些这么先锁的东西 有那么多按针 我不知道按哪个按针 这个 对了 这里总共有一个小小的仪器上面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按针 好 这四个范畴就是我们今天即将会在两个钟头里面 跟大家去拆解 跟大家去解释 希望能够增认到大家的office english 第一个范畴 第一个范畴 A1-A10 头一个part 就是10 common errors amount white callers 是十个大家在办公室里面 有机会 亦都可能会是经常会犯的毛病 这些这样的英语毛病 无论是你的spoken language 当你可能要和你的上司老闆 他是鬼佬来的 讲话的时候可能经常会犯的 不要紧要 这些这样的讲话可能没有on record 没有记录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科技发达 大家常常要打email 用电脑 或者书信上面的来往 那些全部东西都black and white on record 所以那些情况如果错了这些common mistakes的时候 就可能会被人记住了 很糟糕了 希望今天用头30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拆解了这十大的common errors 是什么 接着第二部分 B1-B10 我们会讲10 tactics to improve written communication 这个其实我即将会和大家讲 就是有十种的句子形式 sentence patterns 平时大家都应该会知道 Obvious English 里面其实不需要很creative Application letter 是写这几句东西的 Rejection letter 是写这几句东西的 Resonation letter 希望大家不用写了 辞职 是写这几句东西的 我现在很开心辞职 不会写这些东西的 不过很多时候大家写还写 有时候总是写到一些地方 不能够得心应手 不能够将自己真正内里想 所表达的感情 用英文原原本本地写出来 所以在第二部分 B1-B10 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会教大家十种句型 正所谓型人就写型句 OK 希望大家能做到我手写我心 表达出自己真是想说的东西 In English Romatically and meaningfully OK 这个就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Tense Marti is for structuring emails 是的 E-mail 我相信 有哪位是不需要写E-mail的 幸好没有 如果 不是都不是不幸的 可能不幸 可能是不幸 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用写E-mail的话 我想你break之后就可以了 OK break之后 我们就会 Part C和Part D 就会讲一讲 关于一些E-mail的写法 那我们有两个部分的 Part C部分 首先会教大家十个Smarties 十个聪明斗 OK 如何去到structure里面的E-mail OK 相信大家有考过 就来没有了 会考 OK 会考里面 其实又说写这些文字 写这些文字 写什么文字 通常都会写argumentative essay 议论文 议论文一定有它的格式 E-mail有不同种类的E-mail 而不同种类的E-mail 都有它们应该follow的格式 有了格式 所以我们在Part C里面教大家 最后 Part D都是关乎E-mail的 Ten Practical Guides on Writing Effective E-mails 之前跟大家讲了格式 这里会跟大家讲一些set phrases 之前都讲了 rejection letter 或者一些announcement letter 或者一些application letter 如果你用E-mail写的时候 通常都有一些set phrases 特定的句子 或者set一些trunks 特定的句型 其实是大家要记住它的 我这里会介绍给大家 加上所有东西 最后的五个点 就会跟大家讲一讲 究竟在五个scenario 五个情况之下 那些E-mail应该会怎么写 跟大家学以自用 真的将之前的句子 将之前的生字 配到一个情景里 当你老板生了BB 你很开心了 你想congratulate他的时候 你想写一个 Letter of congratulations 或者E-mail of congratulations 的时候 你会怎么写呢 我们都会在part D里面 跟大家介绍的 所以我都用了十分钟 去介绍今天的骨干 不过十分钟是值的 因为希望大家知道 我们今天两个钟头里面 将会有些什么要讲 还有让大家 希望真的帮助大家 improve你的两个钟头里面 improve大家的office english 有没有问题 对我们今天的骨干 整个organization和flow 讲得快不快 不快 大家起码先睡着 因为大家真的要 叮在耳朵 听着我每次每句